他们平凡 却从不渺小 他们不凡 只因从不言败 跌倒了 站起 失败了 重来 他们的人生 因跌宕而完美 我是星月 每晚九点二十 与您分享 他们的故事 有请主持人星月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有请主角 从1993年开始 联合国提议 将每年的5月26号 定为 世界向人体挑战日 挑战什么呢 比如说 美国魔术师 挑战水底 捏气17分4秒 荷兰兵人 挑战人体抗动纪录 还有新西兰女歌手 通宵达旦 连续唱歌47小时29分钟 听着 是不是一个比一个奇葩 咱们今天要给大家 介绍的这几位90后 他们的爱好 也比较奇葩 这爱好究竟是什么呢 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好 我叫张若峰 这根本不是我们 人类跳的舞啊 老师好 我是柔氏公主魏魏 你身体里面真的有骨头吗 一言不合 你就拿这个来吓我 你不要吓我 不要吓了吧 我们是年轻的90后 我们还有无限的 有请本期主角 请不吓我 这几下太大了 都不敢说话了 是吧 大家好 我叫张若峰 我今天是大三的一名学生 在哪读书 我在北京电影学院 我看你的手拧过去 拧到后面去 那是真拧拧吧 对 那是真拧 所以你的舞 我是看看不堪的 很死了 这根本不是我们 能力跳的舞啊 你是火星来的吧 没有没有 其实我身体还算满变场的 真的啊 对 哎哟哟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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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的属于一言不合 你就拿这个来吓我 你不要吓我 我真的不该是你了 你不会是机器人吧 我动风 我不是我 我不是我 其实我的身体购造 跟大家是一样的 就是我的骨头的宽度 比正常人要宽一些 但你疼不疼刚才 不疼 我第一次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其实刚开始是有一点疼 但是越到后边就越来越不疼 这个骨骼缝能有多宽呢 正常的人可能是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我的骨骼的韧带 比正常人要长一些 距离更大一些 对 距离更大 就是说你可以脱条关节 然后让他没事 但是转眼 那不是 我知道你现在很厉害 你自创了许多动作 对不对 对 因为我是一个 比较热爱生活的小孩 有的时候就喜欢观察生活 像遗迹 然后会把衣服扭得特别的扭曲 我就在想说 既然衣服能这样扭 那是不是我的胳膊也可以这样 洗衣机里面的衣服是软的 我们的骨头是硬的 对 其实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想看吗 当然 那你就要两位老师来帮助一下 这时候做男人也没办法 你不会打我 来来来 尹老师 你干嘛 你不能打呢 棍子干嘛 棍子是这样的 我先用一只手抓住 好 两位老师帮我拿着棍子 拿住 对 拿住 然后棍子 顺时针转 可以转几拳吗 我说挺就挺呗 好的 好的 不 我们不能乱来 不能乱来 顺时针 你肯定的话你就告诉我们 好 好 好 顺时针 顺时针 顺 顺 他已经问不清了 这好像是腻时间 对 顺 顺 顺 你脚一直够了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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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抱住了 走速了 你感到二十步了 还行算吗 可以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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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步吧 人家快冷靜 快拿到 七步了 六十步吧 再加冷靜 抬到啊 再加 不要转了吧 快 抬到啊 再转 不冷靜转 再转 再转 可以了吗 抬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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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你坐停了 你坐停了啊 720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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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正了吧 不正了吧 好嘞 可以了吗 好嘞 哇 720度了 现在跳不开 三线是一个动作 720度 怎么办 这正常 这还好刚刚是在舞台上表演啊 这还好刚刚是在舞台上表演啊 只要是在大街上 突然卡卡卡摆了一下 胳膊一转就是720度 还不能把路人给吓坏了 若峰从小就喜欢跳舞 四五岁的时候 经常是模仿麦克尔杰克俊跳舞 上学之后 学过街舞 但他感觉啊 都不够帅劲 一直到上初中的时候 他无意间在网上 看到一个叫 罗伯特马瑞的老外 跳了一段 软骨机械舞 当时就这样 看完就说 哎 这一台是我的菜 自从这若峰爱上了软骨机械舞之后 一天不练都不行啊 就连放学走在大街上 戴着耳机听音乐 就会情不自禁的来几个动作 这可把一旁的路人吓得不轻 心理素质强一点的路人呢 还会关心关心他 孩子呀 赶紧上医院看看吧 这若峰心想 我又没病 上什么医院 可最后 他还是被亲妈拽去了医院 咋回事呢 有一回啊 若峰参加一个电视台的比赛 他让妈妈去给他当亲友团 妈妈一听 哎呀 电视台呀 那妈妈肯定去支持你啊 于是就脱家带口 喊上七打姑八打姨 全都到了现场 那是若峰妈妈第一次看儿子跳 软骨机器 结果看完之后就扎毛了 这若峰一下子 还就被妈妈喊过去了 孩子呀 你这胳膊怎么能这样呢 你这样不疼啊 妈要你可不容易啊 你也不能得软骨病吧 不行不行 妈得带你去看病 看看 这给当妈的担心的呀 无论若峰怎么拒绝 最后 还是被妈妈拽进了医院 拍X光 看骨头有没有啥问题 再查微量元素 看看是不是缺钙 直到医生说 一切正常 若峰妈妈 这才放心 但还是鼎嘱儿子 哎呀 你可别叫我看 我害怕 这亲妈不敢看 若峰只能上外头嘚瑟去了 有一次放学 若峰看见三个男生 正在操场练习街舞 就过去了 隔几个 练舞呢 还没等人说话 若峰就 啪啪啪 又开始摆胳膊 这给这帮人吓得 一个个张大了嘴巴 我的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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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顿惊叹 而张若峰呢 却摆出一副 还好啦 没什么的样子 其实心里啊 正在暗爽呢 等那以后 张若峰就有了 面条人 这个奇葩的绰号 不过 不过 像面条一样柔软的人 可不止张若峰一个 这不 下面这位90号柔树公主 就前来踢馆了 哇 哇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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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天哪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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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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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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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可以比他做的更厉害 什么 哎 你俩就特较劲我发现了 是吧 我不信 大家相信吗 不相信 必须要看他 都是好事 那我笑了救手 然后那就若空吧 啊 好 来不难的 哎嘛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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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等于自个儿 对跟自个儿 这样子盘了一圈 是吧 对 其实就是记了一个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考验 我们在大屏幕上 会有一些照片 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里有六个动物 动物模仿秀 你们可以随意的选择来模仿 好吗 哦 来吧 来吧 我来模仿一个女 嗯 嗯 好 薇薇你来哪个 那我就选一个蜗牛吧 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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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 好 好 任务到你了 这是当今世界最大的蜗牛 要来点蛇吧 蛇 蛇 蛇可难哎 蛇 蛇 蛇 人说美女蛇 没想到来一个眼睛 蛇 蛇 我们也试一下 蛇吧 这个真是厉害 终极大比拼 你们俩谁学第一学得更像 谁就获得最终的胜出 拼了 谁先来 嗯 我先来 好 哦 他这衣服也很像 哇 好 好 赶紧玩乐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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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俩过前就一支呢 是我觉得特别美的 对 挺美的 还有一支是特别活跃的 对啊 对啊 我们一直在提醒 让他们千万不能随意模仿 有可能会受伤 嗯 难道你们就 没有受过伤吗 因为我练这个练的也是比较早 练完以后 基本上身体就固定了 所以就跟亚腿一样 就不是很难了 所以没有受过伤 好 葳葳呢 嗯 其实我练柔术没有受过伤 但是我之前有参加过一个节目 那一次没有做地面的柔术表演 然后我做了 选择了高空的一项节目 然后因为在凌晨 嗯 三四点的时候在彩排 因为已经很晚了 然后 就因为自己的一些小失误 然后所以当时就是从三四米的地方 有摔下过来 非常可怕 这样我们把那个当时的这个视频拿过来 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吗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恐怖啊 我自己可害怕 这是彩排对吧 对 对 哇 哇 你是从半头的摔下去的 而且是两个人一起摔下来 对 和我的搭档一起 没有任何防护是吧 嗯 因为这个动作是不应该有失误的 但是因为是在凌晨的彩排飞路 所以身体有些透支 所以就出下来失误 我觉得肯定那个时候其实你想凌晨三四点 应该是在睡觉的时候 我觉得脑子也不是太清醒了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一点这个危险是太大了 我在想我们中国人说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严重吗 嗯 其实还好 因为没有摔到我的腰 因为我是侧面掉下来 所以这边的软组织会有一些问题 然后但是养了一个月就好了 你说你家里人得多担心啊 每天看到一二做这个调理 对 其实当时我的母亲就在现场 但她特别淡定 然后我就说我是你亲生的吗 为什么我掉下来以后 因为反应都没有 她就问我哪疼 我也不知道哪疼 就是这样 妈妈肯定疼在心里了 对 她特别淡定的那个 是来安慰我 其实做这样一份工作 她可能是有一个年龄的关卡在那儿的 不可能像其他的会计啊 或者其他的工作一直做到老 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不同 而且我也是 就是我们老师以前有说过 因为我是一万个里面能挑出四个的那种 先天挑战比较好的 但是我要是不去练 那是不是白瞎了这一生的天赋呢 然后我只希望我的柔术可以达到 就是一提到柔术就能想起这个物 所以你会坚持继续自己的梦想 对 我们90后就是如果有梦想 一定会坚持的 阳光自信的张若峰薇薇 不仅把爱好玩出了花样 还让自己的梦想更有底气 这也许才是90后该有的朝气 而接下来这一组90后主角 他们虽然职业普通 却用极限健身 燃爆生命 改变着人生轨迹 建工 班砖工 企业老师和消防员 他们职业普通却拥有惊人的力量 他们能玩赚各种花式俯卧撑 他们能挑战各种高能度干上动作 他们就是街头的极限健身达人 余政茂 石神伟 木桶和刘林 英雄来自街头 以异地决定道路 汉水助救非凡 健康承载未来 有请本期主角 大家好 大家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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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叫于震茂 大家好 我叫石神伟 大家好 我叫刘林 大家好 我叫木桶 我觉得从服装上 我们能判断出你的职业 电工 班砖工 消防员 体育老师 对吗 对 今天穿的这特别有职业特点 但是上来之后 他们其实不是要展现职业的 你们要展示什么呢 街头极限健身 街头极限健身 对 这是一项新型的运动 在国外一定非常流行的 不过在国内的话 现在练的人比较少 我也看过这个国外的跑酷 那种柔韧性 攀岩 那个瞬间的肌肉爆发 那你们玩的这个东西 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的话 主要是以单双杠为主 更多的是上肢力量 而且更安全一点 上肢力量 那今天在现场 就必须给我们展现一下 让我们开开眼界好不好 来 好的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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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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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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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啊 啊 啊 头昌 춘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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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着我们都瞠目结舌的 我都一直担心着 他下面也没有保护垫啊 大呼小叫的 精胆站 对 这个叫街头极限运动 对吧 跟那个健身房子 健身有什么区别啊 我们这个运动 主要是运用身体的协调力 爆发力进行训练 我们很少用器械训练 全部都是自动训练 没有器械是吧 用的比较少 最重要的是自动训练 我觉得你们 是不是有体操教练训练 没有我们 还是自己模仿 对我们都是业余的 只不过非常热爱这项运动 平时在网上 看不外的一些健身 就一没教练 二不怎么用器材 没有 纯靠自己 也没有去过健身房 也没去过健身房 也不用花钱 不用 这街头极限健身啊 不仅练起来方便 练得好 还能收获荣誉 甚至是改变 命运 这不 舞台上这四个小伙子当中 就有一位是 中国街头极限健身大赛的冠军 2014年7月 他还作为了中国大陆 唯一一位选手 参加了在俄罗斯举办的 世界街头极限健身大赛 他就是 90后 电工小子 于正茂 于正茂 十几岁就跟着家人外出打工了 但当时没有一家公司愿意雇佣他 最后 好不容易有一家电子厂要他了 他却因为忍受不了领导的责骂 逃跑了 那时候的于正茂 特别自卑 感受不到人生的价值 直到2012年 一个外国人的出现 改变了他的生活 那年 19岁的于正茂正跟着爸爸在工地上干活 工地的生活很无聊 那最大的爱好呢 就是上网 逗一些女巫人的视频看 偶然间 他看到了一个叫 汉尼拔的外国人 这个视频 一下子就吸引了于正茂 他觉得里面的动作特别帅 特小学 于是 他就一遍遍地看汉尼拔的视频自学 从最简单的俯卧撑 做到额式挺身俯卧撑 当他看着自己瘦小的胳膊 变得越来越粗壮 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候 他开始相信 既然 我能改变自己的身体 那我也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从那以后 于正茂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突破 过程非常地艰难 甚至伴随着伤痛 有一次 他正在练习一个新动作 眼看着网上很多朋友都把这个动作 练得很好啊 余正茂心里特别懊恼 为什么我就做不到呢 这一次 我必须得逼自己一挡 于是 他往单杠上一蹦 就开始练 刚开始的时候 他感觉还不错 慢慢地啊 这胳膊就有一些撑不住了 但他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 我一定要做到 于是就硬撑上去了 没想到晚上的时候 胳膊动不了了 连抬都抬不起来 朋友们都劝他说 要不 你还是别练了吧 但于正茂不甘心 这好不容易找到自己喜欢的事 怎么能因为身体上这点疼痛就放弃了呢 所以 等胳膊恢复之后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 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的突破 正是这份坚持 与不服输的精神 让这位普通的90后电弓小子 练成了 中国街头极限健身大赛的冠军 甚至代表中国 走向街头极限健身的国际赛场 而且据说 在于正茂的影响下 工地里的工友们 也纷纷加入了 街头极限健身的行列 于正茂 我听说你的工作单位里 也有人跟着你一块练 对 我的一个同事 他也是比方胖的那种 但减肥嘛 然后每天看着我的那段练 他觉得热血沸腾 就跟着我一块练 我在我的值班式墙上 自己装了个单杠 然后找电焊师傅 焊了个小双杠 又跟朋友借来一些哑铃 在工作闲侠的时候 你带着大家一块 对 这好 要不你到我们单位来工作吧 我也想见你 这多好呀 是吧 这边这小伙子叫什么 木头 你有追随者吗 也有 怎么样 主要是学生 就是我在家乡 自己建了一个队 也是平时下了班 带他们去练 每周也有考核 我听说你还带过 下岗工人一块练是吗 对对 因为我们那边属于矿区嘛 他们现在就是场里面 效益不好 然后现在都下岗 下岗了之后 他们觉得 我就做不来钱 我工资又不高 我屁腿又有个好身体 他们刚开始是乱练 老容易受伤 然后慢慢我给他们 一些建议性的指导 然后他们就是开始 自己定计划 自己去练 这个东西 我听你们讲 我们半天啊 不光自己练 还带着我多人练 这东西上瘾 是吗 对对对 上瘾 一旦开始进入正轨之后 就会上瘾 是吗 不练难受 是吧 对 就跟吃饭似的 他一天不练这个东西 感觉就少点什么东西 心里面不踏实 我觉得最主要 是不是会给人 带来无比大的自信 对 我之前没有健身的时候 就感觉自己有点内向 然后我从健身之后 我就是感觉 一下就打开心扉了 对对对 今天我们觉得在现场 好像光看你们说就不过瘾了 还得再练 是不是 我知道你们还会一个花式服务称 对的 那个您给我们展现一下好吗 好的 非常乐意 我的天哪 好棒 就快到我们的腿很累 能跳霹雳舞了 这个太难了 你这个练了多久 练成的 我这个差不多练了八个月 每天多少个 每天的话我没有技术 有空就练 不容易不容易 刚刚我注意到 就是你们包括在那个 做那个杠上的运动 然后刚刚做的这种服务撑啊 什么的 都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其实我挺担心的 我觉得有可能会受伤 你们都受过伤吗 我的话在那个单杠上 倒立摔过 然后把那个头摔了一下 没骨骼 倒摘下来是吗 对那是我第一次单杠倒立 我自己的信心也不是特别足 就是完全贫困撒进就去尝试 那这个运动是不是有点危险 不太适合普通人的 其实它是适合普通人的 就是在训练的过程中 一定要量力而行 循循渐进 就是你没有把握做这个动作 就不要去尝试 你们这个有年龄限制吗 就这样一个极限的建训 没有啊 没有年龄限制 男女老一都可以 小孩多小能做 18岁的我都见过 在我们那边的公园 我们会一起练习 那个导演准备了一段视频 是刚才那叫顺风骑那个动作 但也有一些小朋友能做到 我们去看一看 对 这个是终于亚诺 这么小会不会对他的发育不好吗 这个也不一定 一般练体操的个子都不是太高 我觉得你们还有一个 可以发挥更大的空间 是不是可以再加一个标签 比如说叫做 全民健身指导员 今天真的就有这样一个男团 来到现场了 咱现场给他们调教调教好不好 好 来来来 邀请他们 掌声邀请 出院的也很酷嘛 也很 对对对 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啊 来 各位观众朋友 各位老师好 我叫胡珍珍 然后是一个就是正常的上班族 上班族啊 对 好 中间这位朋友 各位老师好 我叫孙虎 属于一个销售人员 也算是就是比较减肥困难的人士了 大家好 我叫张旭 我是一个淘宝店的店主 同时也是一个减肥困难户 非常困难的困难户 已经困难到自己去做了大麻女装的困难户 这挺有勇气的 这个真是不容易啊 那你们原来都健过身吗 我是坚持了一段时间 但是确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位姑娘您这身材挺瘦的呀 其实我自己也算健身过吧 我上个月还就是起了几天早起的去跑步 但是没几天就没有然后了 就坚持不下来 我特理解你 我们俩占个便宜就本身比较瘦 不是运动的结果是吧 对 所以四位这个我们的极限健身男团们 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给我们这些困难户们 我们可以教他们从基础的动作开始练起 做出来这个动作之后 他会觉得很自信很有成就感 这样的话更容易坚持下来 我跟你说一个人健身永远见不起来 对 是的 非常同意马丁老师的半点 对 无聊你知道吧 我们两个人同时进行的也有 我可以跟大家示范一下 好 来 这有点意思 这好 加速了 好 好 两个队子 这个好玩 但是一个给配合就好了 这一集要来试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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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简单的 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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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两个脚弹一块 对 两个脚弹一块 对 对 你把这个男生的原本挤到底下去了 没事 好 来吧 开始 开始 这样 你看也可以 不错 我觉得男生是有功底的 加快速度 非常高 还有什么动作 这个好难我觉得 没关系 可以做双腿 可以 可以慢慢地做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 可以做双腿的 来 两个人 好 上 那么不要超过脚弹 蹲 蹲一半 好 上 好了 好 反正这几组动作 都让我们感觉到 不需要任何的器材和道具 我们就可以独立完成了 先问淘宝店主 有信心吗 你觉得这几个有用吗 可能会有用 因为真的很累 而且还会不停地出汗 但是我长久以来坚持的方法都是靠意念 然后那个哥们平台鸡 你觉得能度过去吗 最起码他这个枯燥度应该是会 能解决这个问题 你们三个这个就困难过 你们要不就捆绑在一块互相监督 然后你这淘宝的大马店以后也不做了 你就做正常尺码的就行 以后卖比基尼 对 有没有信心你几位 好 说好了 这全国人民监督你们呢 行吗 我就喜欢这样的 对 反正要加油 我觉得锻炼啊 不仅仅是说让你那个身体瘦起来好看 对身心健康都有帮助是不是 好吗 继续加油啊 谢谢三位 谢谢 我觉得今天请来四位 我们特别开心 能够感受到这种运动的力量 运动的快乐 号召所有的 不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都向你学习动起来 运动起来 快乐起来 好吗 谢谢你们 谢谢 无论是热衷街头极限运动的余正茂 和他的兄弟们 还是跳着软骨机械舞的张若峰 柔树公主魏魏 他们都将爱好玩到了极致 感谢收看今天的有情主角 我们下期再见 我叫陈叶姿 今年五十五岁 我叫陈叶桃 今年四十一岁 一百三十五天 全部白掉的 你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情 发生了一场车祸 医生告诉我 我儿子活不下去了 我曾经三次想轻声 都给我儿子写好了一度 你怎么可能撑得下去 因为孩子 他现在能依靠的就只有我 对爱 全给了我 把世界给了我